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原来姜总也在 难怪我觉得今天吃饭的气氛 特别奇怪 这位女士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的 你看一下四周 你不觉得你这一身打扮 很破坏气氛吗 我今天也没有穿得跟姜总一样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服务员 过来 先生 请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你知道我们这里的规定 这里是会员制的 你看看这两位专主 我们这里是不接待的 先生 您知道的 有的时候呢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 我要投诉你 你等着 你干什么 你们两个 等着失业吧 我现在有胃口 我也是 谢谢 也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姜东突然让我买了十件白乘衣 但你问他呀 看他那样我可不敢问 对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虚然那天带我去了一家特高级的顶层餐厅吃饭 不许惊许 不许问我花了多少钱 也不许让我请你吃 今天风口挺快的 好吧 我不问 你说吧 可是在那边呢 我们碰到一个特讨厌的人 名字我就不说了 那边餐厅的人还没说什么呢 那个人就揪着我说我没穿正装 说那儿是会员制的非得拉我出去 完全看不起人 不过结果 他自己把汤汁弄撒了 淋了一身 自讨没趣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呀 好吧 那个人是挺讨厌的 不过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要几个月工资 才可以吃一顿呢 我还是不告诉你了 你自己去就知道了嘛 不过真的很好吃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减肥呢 江总 穿衣都买回来了 先摆着吧 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 他就说 他和徐仁在一家餐厅吃饭 遇到一个挺讨厌的人 除了这个 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就这么点事啊 他怎么说 他没有说什么 他没有说什么 你告诉我干什么 下午的报表呢 做了没 我马上去做 进来 你怎么来了 这个沙漏送给你 是在提醒我们加快速度吗 我们可是在按时间表的计划 在推进 恐怕你们真得抓紧时间了 我们刚刚决定了 在潮城方案的同时 启用你们之前说过的 另外一个方案 也就是徐然说的那个 电视剧方案 拍一个能够体现 青阳品牌精神的电视剧 而且要完全不同于以往 广告植入的电视剧 我们现在投入所有的 时间和精力 再完成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计划 你突然说再增加一个 完全不同的方案 那我们之前所有努力 很有可能全部白费 所以我想亲自过来 告诉你这个消息 做出这个决定 对你对我 都不容易 那损失呢 你们承担 推翻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计划 是要支付额外的费用的 江总 恐怕是由你们来付 我能负担的 就是这个小礼物 我可以告你们违约 如果你告的话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唯一可以挽回 这种损失的方法呢 就是完成你的合约 这份合约值一个亿 这一个亿 决定了我可以在这里 蛮横不讲理地 我可以推翻一切重来 去拍一个青阳电视剧 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突然增加这个方案 我们现在宣传的效果 你们不满意吗 满意 可是我们要的是 非常满意 请进 江总 这是冯乐飞公司电视剧计划的复印件 你叫导演进来吧 好的 江总 坐 很多问题我们之前在电话当中 都已经讨论过了 这个是无懈可惜的计划书 你看一下 你想用也可以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快 我希望我们的电视剧 可以在他们拍完之前的一个月播出 只要资金到位的话 这个应该没问题 资金不会是问题 你放手去做吧 好 这次有点不太对劲啊 这次有点不太对劲啊 这次太不像江东的作风了 是啊 江东从来都不会这么轻易地通过一个提案 而且没有挑出任何毛病 直接同理启动 直接同理启动